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 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所谓江湖水深 我们在连续做了几期 刘亚洲将军的一些 台前幕后的一些 也揭露了一些内幕 当然呢 我们做了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呢 有很多朋友是不以为难 认为这些都是 对刘亚洲将军的才华横溢 一种诋毁和破坏 但是我想今天呢 再继续谈一下 山西最大的黑社会的头目 张新民 他涉及了几个案子 这叫江湖水深 张新民涉案 突击审理 忽兰娟就审理 玄机处处 上将军插手干预 司法得逞 西小明受贿1800万 操纵的错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十年 裁定不再审 我手头有两份文件 通过不同的渠道 放在我手上 一混是2013年民生制 第419号的文件 他驳回了 山西沁资源公贸有限公司 沁源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和吕钟楼的再审的申请 一混是有50位法学家 批评最高人民法院 2011年民俄宗志第76号 民事判决发言的实录 这发言实录将近5万字 非常长 这里面涉及到了 山西省一个著名的判例 一个案件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2007年 张新民控股的金海能源 大龄煤矿的采矿许可证 面临过期 需要更换新政缴纳 剩余的1.12亿元的资源价款 没有钱 的张新民找到了吕钟楼 愿意把山西金海能源公司的 46%的股权 转让给吕钟楼控制的 沁和投资公司 由沁和投资公司 贷金海公司缴纳 1.12亿元的资源价款 同时呢 沁元投资公司 再向金业集团提供贷款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后 沁元投资公司 支付了张新民和他关联邦 138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 贷金海公司缴纳了 1.12亿元的资源价款 还向张新民提供了 三个多亿的贷款 那么张新民就把金海公司的 46%过付给 沁和投资公司 而金海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 在工商局进行的 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 金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就变成是吕钟楼 受让股权之后 沁和投资 对金海公司进行投资和经营 前后投资的上千万元 09年 中国的煤炭价格 自在煤炭价格上涨 张新民后悔了 准备从 准备把 信源投资公司 要回金海公司的 46%股权 再高价转让给 华润集团 这个不知道跟 宋宁落案有没有关 那么好了 张新民先是跟 李中楼协商 收回股权 李中楼不同意 张新民就强行把 李中楼扣留的 金涅办公室 武力威胁 逼他牵制 李中楼坚决不牵制 张新民就在 2010年2月 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起诉 要求法院判决 沁和投资公司 把金海公司 46%的股权 返回给张新民 李刘氏 2007年的股权转让 股权价格偏低 那么在一审过程中 张新民通过了 向原太原市公安局局长 舒浩行贿三千万元 向原山西省 集委书记金道明 行贿五百万元 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领导和审判人员 施加压力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支持了 张新民的诉讼要求 给钱 给了不少 当然李中楼的 这个沁和投资公司 不符 上述到最高人民法院 在二审期间 张新民又通过了 康达律师事务所的 网友律师 向最高法院分管 民事审判工作的 副院长西小明 行贿一千八百万元 西小明参加了 审判委员会讨论 主导了会议意见 把审判委员的意见拍照 通过他的儿子叫西重 发给了张新民 那么就在西小明的操纵下 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 2011年民乐中审第76制的民事判决 维持一审判决 要求沁和投资公司 把金海公司的46%股权 还给了 交给了张新民 当然 沁和不服 2013年 又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 那么最高法院是在 同年的3月18号 受理的本案 这就是最高法院的 2013年的民审第4419次 好了 这个时候 刘亚州就出现 这再审期间 张新民向刘亚州 当时是国防大学原来的政委 刘亚州行贿 七千多万的 七千多万人 这个我们节目也提到 你似乎 刘亚州向 原来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 周某 原来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 沈德勇写信 为张新民求情 两个领导 特别是这个周某 把刘亚州的信 转给了何亦亭的审判人员 而批示 按刘亚州同志的意见办 没有法律的 刘亚州同志还都意见办 沈德勇也把刘亚州的信 转批给办案人员 这两个信 现在都收在这个案件的卷中 好了 何亦亭的审判人员 不同意 刘亚州的意见 疑似乎了 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领导人 利用自权 把这个案子的压制了 十年不讨论 不接案 到了2023年的2月 周某 马上要卸论之前 强迫何亦亭审判人员 改变何亦意见 强行讨论通过裁定 对本案维持原判 不宜再审 十年 每个月的要求 每个月都否定 那么根据有关案件的 当事人的陈述意见 第一 本案完全是张新民 买通各级法院 汪法裁决的结果 这里面包括了 江平 梁慧生 王立明 在内的50多名的法学家 一致认为这个判决 违反了十多项 基本的法律原则 与制度 包括李时和 李世时在内的 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 向最高人民法院 提出质疑和批评 包括人民网 在内的全国数十家的 舆论 媒体 对这个案子进行了报道批评 就是这么一个 还是不为所动 第二 根据民事诉讼法 第204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应该是 收到再审申请之日起的 三个月审查 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 符合规定的依法裁定驳回 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 由本院院长批准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 受理本案 这个案子 十年才做出裁决 是属于严重违法的行为 这应该是律师意见 第三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 第200条的规定 审判人员的贪装 网网的案件 应该再审 西小明 是最高人民法院 原来的副院长 分管民事审判 他参加了第76号案件 审判委员后的讨论 发表意见 由于他是分管民事审判 意见具有主导性和引导性 而是他私自 修改审判委员会的意见 并拍照给张新民 邀功缩毁 性质很严重 影响非常坏 那个时候的中央政法委书记 真的痛斥 西小明 同个别违法律师 司法尖刻 不法商人相互勾结 收受巨额 毁落是司法界的耻辱 西小明收受的张新民 1800万元 已经被中央纪委 开除党籍 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无期徒刑 但是2013年的 民生制第140 419号的 民事裁判警察认为 西小明 没有主持审判委员会的讨论 不属于审判人 贪装枉法 驳回了 李中楼和沁和投资公司的 再三申请 光天化日 搞不清楚 这个是什么共和国 上面有两个字叫人民 那么第三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信息 据说 刘亚洲曾经深度介入此案 在刘亚洲的干预之下 施于小明 帮助了张新明 抢回了煤炭的股份 刘亚洲又让 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 把 沁和投资公司的再审申请 拖了十年 在他准备卸任之前 搞突然袭击 驳回了再审的申请 就定案了 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说 施小明虽然收了张新明 一千八百万 但是他没有干预审判 但是问题是 有证据 他拍的照 而且呢 当时的政法院书记 痛斥过他 施小明是分管 民二庭的副院长 又是审判委员会的委员 怎么可以说 施小明对判决 没有发生影响力呢 而且因此 锅当陆毅 判了无期退休 第四 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看 这个案子涉及到了 最高人民法院 两名已经落网的副院长 一个是施小明 一个是沈德勇 这两个人都不彭程度的 介入此案 改变和影响 左右了案件的判决 另外一位前最高人民法院的 主要领导人 在延宕十年之后 以卸任之前一锤定音 这产生一个结果 就我们的节目说过的 张新民空手套白狼 获取暴力184亿元 这个案子当然也牵涉到了刘亚洲 刘亚洲为这个案子找了三次 找了当时的中纪委的主要领导人 姓王 张新民是什么样一个人呢 曾经被捕的罪名 是山西太原的黑社会头目 人称太原市地下组织部长 这个案子拿得好是江苏镇江的审 本来是要判20年甚至无期的 但是就在这样的干预之下 包括这个张新民的第三个老婆 频繁的到北京跟刘亚洲接触 那这里面有什么瓜葛 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案子最终是在刘亚洲 和周某的多次插手介入之下 清判五年而提前保释出狱 当然现在的张新民 目前已经被有关当局在监视居住 我估计这事了不了 当然那个涉案另外一个叫谢江的 珠海那个私人的会所 那么谢先生现在听说是必居美国 至于呢 在湖南曾经有个大案 叫湘西非法集资案 湘西非法集资案的那个案子的 总经理叫曾成杰 曾成杰是被秘密处死 而且呢家属都不知道 有人说也包括湖南那位民运人士 李望阳的死也有很多悬疑 据说这些案子是某人的死穴 有人说牵涉到某人的夫人 我们不得而知 而且是数十亿的牟利 数数处是真 曾成杰 可能是另外一个大案了案的切禄 哎呀各位 不太了解伟大的祖国 江湖水深玄机处处 真相能不能大白 看今天中国的伊法治国的大好形势 兄弟我实在不敢乐观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 每天都在这边 都要不敢了 没错 今天是这个案子 我可以说老杨 什么都要不敢了 那边是那个案子 我可以说老杨 也是不敢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